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别适合秋天使用 枇杷花开于冬季 呈黄白色小花 香气袭人 含有多种维生素 具有独特的保健作用 枇杷花对治疗风热感冒 润肺 化痰 止咳 有很好的效果 添加雪梨一起炖汤来使用 是很不错的食疗方 制作枇杷花炖四两香 主要用到枇杷花二十朵 雪梨四百克 赤肉三百克 配料上需要用到 味精六克 盐六克 第一步 将雪梨清洗干净 赤肉洗净备用 第二步 清洗的雪梨去掉头部和底部 中间横切一刀去紫 再切成长条块状 第三步 将清洗好的赤肉 切成小块待用 赤肉无需焯水 保留赤肉的蛋白质 完全溶解在汤水中 第四步 枇杷花洗去浮沉备用 第五步 最后加入适量清水 使清水没过所有食材 第六步 将砂锅置于火上 先开大火包 当砂锅内的水包开后 再转小火慢炖 一个半小时之后 就可以起锅了 盛入碗中 上桌 这一道枇杷花炖四两香 果香中带着丝丝花香 清香四溢 汤水清润可口 是四季皆宜的滋补膳食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